我是八九,原本以为长龙饭店的事情差不多要落幕了 没想到这群小粉狼自己又坐死不仅透过在法国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拍片还发表了声明哦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我们去年也稍微解释过这个团体是什么,这个团体分散在全世界 像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澳洲、东南亚的国家、日韩通通都有这些组织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比较知名的国家、你朗朗上红的国家通通都有 蔡英文跟赖清德访美的时候,背后推手组织小粉红或是中国留学生发钱去抗议的 就是中共大使馆与美国在地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人 去年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是汪洋 那在习近平宣布新隔回三年任之后啊,新任的总会长变成了王沪宁 那王沪宁也是他的军师,这个协会他是半官方半民间的 你们从他的总会长王沪宁就可以得知一二了,对吧? 所以他们的经费有一半是直接来自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 美国服务院在2020年已经宣布把在美国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宣布为外国代理机构,也就是任何组织去参加的活动都会被披露 后面来自于外国代理政府,中国政府 而这个机构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打压以及监控海外的反共中国人 第二个就是洗脑拉动海外的台湾人,让他们可以用选票去支持两岸统一 选择一个较为亲共的政党,而可以谈判的话 那对于共产党就有套利空间,早日实现中国统一大业 当然,这个统一是由中共主导的统一 那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点评一下这部影片吧 现在所有的法国法朝华人 各个上会会长全部等着你 等会儿去了就知道 好了 就都挂好了 这些全部是可以 还是会长到我等下等着 不一会一会 这边一边有聊 那边一边都有聊 只是我遇到了而已 我等张要放大了 有我们法国做过安静抗议训练 法国华人进出口销队 我们之间之前我们的参与 我们的华人在里面 整个小处的 有不坏贵的时刻 这边去 不坏贵的不坏贵 OK 又血浓于甩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我们从这个张教练 还是张教官的反应可以发现 他很紧张啊 对吧 虽然你说这是民间组织 但是你都知道 这些都是跟中共党支部 官方相关的人啊 所以你表现出那种 哦官员来 那种哦哦哦 我昨天刷到一个影片是这样子 英国首相跑去一家英国的酒吧 结果英国酒吧 老板不欢迎他 要把他轰出去 当然啦 首相的保镖 是把这名酒吧老板给围住 怕他会去攻击首相 当然他是国家领导人 那做出这个举动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他没有去打这个酒吧的老板 他只是把他跟首相隔绝 而首相也被老板给赶出去 你想想看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 官场文化 或是你们能想象叫习近平滚出我家吗 习近平不是最喜欢到人家家去那个 参访那个脱贫的影片 哎你家这个厨房里吃啥 你可以叫习近平滚蛋吗 我们接着继续看下去 我是法国华人建筑的商务会长 华小姐 巴黎长王会办究竟 这种负负女儿的行为 要求巴黎长王会办究竟 给我们华家华家道歉 对此我个人表示 所以长龙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知道了 就是妥妥的中国政府 介入海外民间企业 介入我们台湾企业的事情 全世界只有中共国跟中东一些国家 他们会利用在其他国家 建立这种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 当然这个稍微有点不同 让小粉红团结的 第一个就是中华民主 第二个就是共产党 这种架构 去让这些小粉红在海外 可以办这些组织 有信仰吧 那对于中东的一些 中东的小粉红来说 他们就是极端的那种 他们自己认为 应该这样去理解的那种 穆斯林信仰 OK 所以他们就会利用海外的自由民主 来宣扬自己祖国政府的概念 自己宗教的概念 像中东一些人也是 因为他们自己受到了祖国的言行巨法 或是祖国的打压 所以他们逃去欧洲生活 结果又有一部分的这群穆斯林 我不是说全部 有一部分比较极端的 他们会在比如说英国 比如说德国 要求当地政府纳入自己国家的习俗 以及宗教法规 试图让这些地方再次变成他们想要逃离的祖国 小粉红也是一样的 而且你知道他们放出这个影片的目的在哪里吗 宣布中国赢了 上海长龙 他为了中国自己员工的利益着想 为了他们的这个工作着想 所以他们代替了台湾总公司 以及巴黎分店 去帮中国人道歉 你看我们拍了这支影片 长龙怂了长龙怕了长龙发出盗窃影片了 中国又赢了 我们这个协会是有用的 很牛逼 中共拨经费给我 接着继续看 但是这个事件出来有一个非常好 哇哦 就是整个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 来临住我们的支援 但是所有人的利盘事件时报 其他立刻耍乎 台湾总部的证实 随标准备 公开 道歉 所以 这次去往内心时 不要再报告 大家 注意到一个重中之重 他们里面打折的是 自己是华人商会 我们先不论 华人这个民族的切缺定义 是不是政治概念下 引申出来的一个民族 我们先姑且不论 我们就先顺着他们大中华的这个中华民族 华人 把它定义为一个民族 或是一个群体的定义 来顺着说 那我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华人商会 由中共国主导 由共产党来主导 由他的总会长 王沪宁来主导 所以你摆明了嘛 华人 中华民族 中国的文化一切 都是要跟共产党绑定的 所以你一旦绑定 而你加拿大渲染之后呢 我们不得不切割 因为我们不想要 被你共产党代表 不是吗 影片里面所有的元素 不就是证明了这一切吗 为什么只有挂中共国的国旗 请问 所有的华人 不能有马来西亚国旗吗 不能有新加坡国旗吗 不能有美国国旗吗 论去美国的华人 从这个采金矿开始到现在 有多少呢 尤其是这几年又论出了多少呢 你若是强调 华人是一个民族 那你就不该以国旗 国籍去划分 对吗 你就不应该挂一个五星旗 然后会长还是共产党的人 所以你新招不宣了嘛 我早就说过 中共就是把华人 华当作自己的专属使用 而你一旦也附和了这个华 那你很容易被他当作一个有利用价值的笨蛋 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华民国派 渐渐的也不愿意说自己是中国人 或是自己是华人 我们姑且不论华这个字到底好不好 就算华它本身是一块朴玉 它是一个很美的玉琢 但是共产党今天这个癌细胞去渗透 已经入侵污染了这一坨玉 那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不想要这块玉了 我们自己可以再去找别的玉来 我们自己甚至可以孕育出一个玉来 你只要给我们够多的时间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认同台湾人这三个字 因为你们把华人给搞臭了 当然这个是华派华独派的立场 我是台派所以我不会有这个立场 那更何况我还是原住民 我本来就不以华人自居 但这无关紧要我该不该打坏你的自我认同 是吧 那如果按照你们这样的逻辑概念 黑人只能有非洲国籍咯 不可能有美国籍或是英国籍对吧 现在各个商会都表明态度了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说 那以后到万国旗的时候 别忘了减掉就行了 那小龙酒店要不要给你发一个道歉信 给我道什么钱不用多道歉 有给大家一个解释 谢谢 证实错误了吗 还是才好好的任务 不要破坏合同统的问题 现在法国中国的合同会也参与了这个事情 他们也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会积极去解决咱们这个国旗事件 现在大家都在关心杨师傅这个工作打扮 杨师傅的问题 公共的问题 这个统促协会的其中一个目的 是为了加速台湾与中共国的统一 这个官方文件他们写的也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哈 那请问远在几千公里的欧美日韩 澳洲都有这种中共的渗透台湾组织了 那为什么有些台卫人还天真的认为台湾没有呢 台湾就是这些协会最终的目标不是吗 希望在法国的台湾人们可以把这些资料搜集整理一下哈 提交给法国相关的部门去检举 说这是有一半中共官方性质的 如果有官方性质的话 你在法国你就必须取得他们政府的同意 否则你违法就要解散这些协会 不然就是法国他们要学美国那样把这个组织定义为外国代理政府组织 让其他人知道他们应允或是他们有干预的这些活动 举办的活动后面是有共产党支持的 我就问今天中共一个命令下来这些商会的会长能不能拒绝 如果不能拒绝又何来的民间主导呢 不要以为不可能哈 今天五月份在法国的中共大使馆厄秘留会 他就是带一些中共平时伪装成什么中餐协会 什么跳舞协会的这些会长这些会员们去绑架反攻中国人 在巴黎机场要回去中国 这个通通都被法国媒体还有欧洲的媒体 芬兰的媒体荷兰的媒体揭露过 而法国政府也在习近平出访完法国之后 让这些参与绑架行动的人全部遣返回中国 所以不要以为检举是没有用的哈 你们看看都不觉得很可笑吗 一群在海外的中共国人为了海外台湾饭店挂不挂中国国籍的事情 大非洲章的开会举办活动搞这种行事主义 面对中共国内那些烂尾楼抗议的啊 面对那些内卷打螺丝的啊 跑外送的啊 网约车的啊 萝卜快跑的啊 你们并没有真正的各行各业的工会代表 好 中国的工会是由中国政府他派的代表自己去组成的工会 那你觉得这个有人民的声音吗 在民主国家有劳资双方还有政府他们回去谈 所以我们常常看新闻喔 法国又在劳资谈判 台湾又在劳资谈判 破局之后再谈 继续谈 薪水跟劳工权益的事情 在民主国家这样相对透明的情况之下都非常困难了 你更何况是集权国家呢 而这些小粉红却在给你们言论自由的海外 大肆的耍起在中国不能做的事情 为中国政府洗地把它搬到了海外 你们这些会长要是敢在中国成立各行业的民间工会 就像你们在法国成立的这样子 并且不时的我为了外卖员福利去争取一下 我为了打罗斯员工的基础时间应该要调长一下 你如果做到这件事情 我敬你 你们永远就只会躲在海外 拿着海外的永居 甚至有些人可能都拿了欧美的呼召 继续爱着中共国 继续爱着共产党 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张教练非常的搞笑 他在今年的一二月份就已经在法国的街头拍摄说你看法国人鲁华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这样又启示了 是吧 我们退一彎步来说 这个是清国人 他是女真 他是满洲人满族 你是女真人 你是金人 是吧 而且他后面也有一个小欧洲人 什么 什么 怎样都要启示 怎样都要启示 今天还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是什么 苹果出了一个广告 是一个中国的小女孩在打乒乓球 小粉红说 打乒乓球还是打乒乓球 为什么要斗鸡眼入花 丑化中国人 去年不是有很多这种事情吗 美国的苹果员工 他明明就是印第安人 然后他就是长那样 小粉红去出征说 你怎么拍一个长那么丑的中国男性 然后来代表他是中文的解说员呢 结果人家是女性是印第安人 还有啊 日本最近一家百负公司 贴了一个公告说 请不要坐在楼梯上 并且请屋再吃饮食 他还用简体字 结果一堆小粉红就破防说 你歧视中国人 是吧 我不曾听过马来西亚人跟新加坡人说 你写这个简体是在启示我们新马地区的人 为什么只有你们会破防 什么都可以玻璃心 莫名其妙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不计划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吧 我下期再见 拜拜